哈囉 維君你好 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你的新書《極權基因》這本書介紹了非常重要的幾位獨裁者對不對 對 因為這一本書其實它是針對這些獨裁者怎麼樣塑造他們的形象 然後怎麼樣去塑造他們的權威 然後能夠達到順利統治國家的目的 那我們先從作者開始介紹 好的 我們這位作者凱蒂斯塔拉德 他是一位資深編輯的 然後他是為英國的新政治家雜誌服務 然後也為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中心服務 那他也待過就是像天空新聞台就是等外國通訊員 然後他也就等於就是說他長時間派住在亞洲 所以他對亞洲的政經情勢其實是非常了解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就內容來跟我們大家介紹 在書裡一開始他就提到說獨裁者總是要宣誓自己是受害者對不對 對 應該是說這部分很有趣 我們知道獨裁者其實沒有人會自稱獨裁者 這個是以前我們老師跟我們分享過的一個觀念 就是所有的獨裁國家都一定自稱是民主的 所有的獨裁者都一定自稱是民主的締造者 或者是把國家從專制當中解救出來的英雄之類的 作者因為在亞洲待了很久 所以他回歸到歷史當中去看這些獨裁者怎麼樣去建立自己的 成為怎麼樣去建立自己的形象 那他也不是發現就是 這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 這些獨裁者通常在建立政權的時候 在建立自己權威的時候都會強調說 其實我們的國家是受害者 然後我是把國家從受害的困境裡解救出來的人 那我們之後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挽救這個國家 然後是為了正義是做正確的事 包括侵略別的國家 所以侵略別人變成他們在保護他們自己的國家這樣子 那其實這本書介紹非常多位的獨裁者 那其實他們共同的敵人好像都是美國 對這一點其實是蠻有趣 應該也是說現在國際情勢的發展是這樣的 那他這邊列舉的三位獨裁者 因為這種程度上也的確都是跟美國打類談 好那我們先從金日成開始提 金日成是一個很神秘的人 對因為他其實在這邊介紹的是金家的 整個建構他整個獨裁體系的手法 然後從金日成一直講到金正恩 那這部分他從金日成怎麼樣 從一個沒有什麼發展的小伙子 然後透過他 但他那個時候是被蘇聯協助 那蘇聯需要塑造一個就是我們講人設 現在非常流行人設對不對 然後蘇聯需要一個符合蘇聯理想的人設的人 去統治未來的北韓 去跟其他的有潛力成為統治者的人去競爭 他們選了金日成 然後為他去量身打造就是他的形象 然後教他怎麼樣去回應某些問題 那在這個形象成功塑造之後 金家在之後發展的過程當中 又不斷去加強塑造這個形象 包括把他的出生地 把他的出生時間都做了挪動 然後更符合就是這個我們的國家 就是應該又由金家來領導 因為他是一個神聖血脈 金日成其實到後來就沒有 等於說他跟蘇聯決裂之後 他就自己又做另外一套宣傳體系 然後這一套宣傳體系又由他傳給兒子 那新的領導人總是要給他一點理由說 為什麼我有資格領導這個國家 所以金日成傳給金正日的時候 金正日是又回頭就是依循他爸爸的光芒 然後再塑造他自己的形象 然後在統治時期過了之後 準備傳給小兒子金正日的時候 我覺得作者這一點很有趣的是說 他很明確的點出來說 金正日還有一點可以勾到一點 就是他跟他父親一起努力 然後打退敵人的邊 到金正日他完全就是公子哥 他是在北韓整體都很貧窮 然後各種落後的情況下 還能去歐洲留學過很好的生活 然後回國之後成為繼承者 那他的形象塑造更困難 但是在金家這一套體系之下 還是成功完成了 而且我們可以時常看到 就是北韓這個政權時常放出說 金正恩出來視察他騎馬 或者是有什麼就是非常 搞不起的能力 比如說他從小就會涉及之類的 那其實這都是他們塑造 這個獨裁者形象的一部分 這跟中國所謂的皇帝 也會塑造很多關於他的神話就對了 對其實中國過去歷史也會透過 比如說天有意象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神奇人物 來幫助皇帝 所以這個皇帝的繼位是 或者是他開創新的王朝是正當的 那一樣的這些獨裁者 特別是金氏王朝 他們也是透過像這樣各式各樣 傳說啦神話啦 然後對於過去的某種程度上 他們把比如說過去他們對抗 所謂的外敵其實是有蘇聯協助的 但是他們在後來也把蘇聯的成分 盡量淡化掉盡量歸功於金家 就是我們整個國家就是靠金家才能夠 獨立才能夠被欺負才能夠打退外伍 然後才能夠撐到今天 所以今天要忍耐一下 肚子餓忍耐一下 新冠肺炎那都是合理的 因為要有犧牲我們才能保護國家 因為要保護國家 所以我們要支持金氏王朝 當然這一套不是所有的人都信 但是在這些獨裁者在建立他們自己的體系跟力量之後 他們就會反過來 讓這一套神話完全是你一定要信 你不信你就會有狀況 比如說被關或者是 像金氏王朝最著名就是 你只要被抓到看南韓的韓劇啊 聽遊戲音樂 人家牆壁之類的 那他們通過這種模式去 我一方面塑造神話塑造歷史 然後一方面再透過我建構的力量 去壓制人民說你一定要信 你就算不信 所以在書裡講得非常的精彩 因為他自己把自己誇大之後 真的有點得意忘形 甚至他自己也妄想想要統一韓國對不對 他們的確是有想說 那我們就來統一的韓好 那當然就是很不順利 所以在韓戰的時候 到後期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北韓戰 講韓戰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戰爭都是為了要抵抗侵略 所以北韓在說韓戰的時候 他們是說是別人先打我們的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就像現在就是普丁 俄國對烏克蘭戰爭是一樣的 他不會說我去侵略烏克蘭 而是說那一塊領土本來就是我們的 是因為若干若干原因 所以他被別人瓜分走了 我們現在只是要恢復神聖的領土 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把戰爭正當化 把侵略也正當化 是這些獨裁者他們在發動戰爭 然後或者是說對內進行壓制的時候 一個算是正當的藉口 就是我今天不是鎮壓民族人士 我是為了要維護國家安穩 為了讓國家繼續發展 我今天不是侵略別的國家 我是要恢復我們舊有領土 我們是要抵禦別的國家的侵略 所以普丁才會說他們是特別軍事行動 並不是戰爭就對了 對沒錯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關於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那其實俄羅斯的這個普丁 他也是有他的這個獨裁的演變對不對 其實俄羅斯他們一直以來 應該說從蘇聯開始 他們就一直在針對共產黨 去塑造一個形象上的 所謂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工作者在書裡很精彩的描述說 他為了要行訴這個形象 然後也為了要方便 就是每一任統治者去應用這些形象 所以光是史達林到底有沒有偉大 這件事情就翻來覆去弄了幾十年 一下子偉大一下子不偉大 所有的需求都取決於當權者需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蘇邀上 就是也是作者提出來的就是 毛澤東曾經講過一句話 讓過去為現在服務 其實他就是提醒統治者們 提醒共產黨就是 你們其實是應該要讓歷史為我們 現在的統治來服務 這一套在俄羅斯的體系是非常明確的 然後特別是到普丁 普丁基本上他是一個就是生長在蘇聯時期 所以他非常嚮往蘇聯時期的榮光 所以我們在看到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一是不只是烏克蘭緊張 以前的舊蘇聯的一些國家 像是我們熟悉的立陶宛 他們就很緊張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好不容易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但是我們現在又要被拉回過去蘇聯那種 就是富翁在蘇聯底下 變成一個大國的一部分嗎 我們不要了 所以這一部分變成是 就是我們如果再跨出去一點就會看到說 當普丁發動這個戰爭的時候 他的藉口是我們要恢復過去的光榮 但是對周邊的國家來說 過去就特別是就蘇聯的國家來說 他們已經很清楚這一套體系 所以他們立刻會非常有警覺就是 哇這個就是過去那一套又要重來了 就是把過去分裂的全部再併吞回來 壯大他們自己的 應該就是要恢復過去那種領土很大 國家很強盛蘇聯的榮光的概念 就是過去的國土範圍就對了 其實可能也是為了對抗北約吧 其實對抗北約也是對抗美國也是 那說穿了其實他就是 我認為對讓過去為現在服務 其實是一個很傳神的怎麼說呢 一個口號 然後他非常明確的點出目的在哪裡 那現在的這個時候 這些領導者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服務 他們需要對外侵略的藉口 他們需要對內壓制的藉口 他們需要推行政策的藉口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們就會透過 我們是要抵抗啊 我們是要恢復啊 或者是我們因為民族自尊心 我們有民族自尊心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什麼事 對那如果過去不能為現在所用的話 他們就改寫過去 所以他們就很快篡改歷史就對 就像韓戰到底是誰先發動的 或者是像金日成到底生於哪裡 然後蘇里也提到就是我們很熟悉八年抗戰嘛 但是在中國版的歷史裡面 國民政府是完全沒有在幫忙的 這個其實像我們這個世代在讀 以前在上課的時候都會說 當時共產黨就是在扯後腿什麼什麼 那是我們這個世代我們40幾歲的人 讀書的時候就是讀這樣的內容 那中國那邊是相反 他們反而是說國民黨 國民政府什麼都沒做 這個是一種雙向的 兩邊都在處理對自己有利的說法 所以這一部分作者也在書裡提到說 他也提示民主國家這些手法 其實也不只是獨裁者在用 其實民主國家有需要的時候 也是會拿出來用一下 就像英國在脫歐的時候也是會說 我們要依循過去的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是我們有這樣的決定 我記得書裡是提到丘吉爾 他們等於也是用二戰英雄的 一些說話一些主張來維繫說 我現在脫歐的主張是正確的 所以作者在這本書裡也警示 就是民主國家的政治任務 說這樣子做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當這樣做到過頭的時候 就會像這本書裡提到的三位獨裁者一樣 分別面臨到各自的困境 好那最後當然也是要講到中國 這個從鄧小平的這個一直到習近平 書裡其實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們都習慣講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 但是習近平為了要讓他 因為現在日本跟中國的關係很緊張 所以他為了要強化說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備戰 我們花很多錢在國防上是正確的 所以他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八年抗戰改成14年抗戰 因為八年不夠長 把那個受苦的先拉的更長 然後把過去的那一段時間 本來是接近18年 那我們現在14年表示 當初我們的民族付出更多代價 我們的股價付出更多代價 所以現在國民營人要支持我這些政策 就為了合理他的這個軍事的一個 壯大的一個正當性就對了 對中國夢的正當性 好我們最後來講一下習近平 習近平其實他跟普丁一直維持著 友好關係 但是在整個烏二戰爭上 其實他好像就顯得比較曖昧 對因為這一部分 他一方面就像書裡提到 他透過很多方式去建構他對美國 對台灣然後對日本的一些動作的正當性 但是他一方面他又覺得說 似乎是透過就是烏克蘭戰爭的發展 覺得好像還是需要修正一下方向 那其實這一部分 我是覺得在書裡也提到蠻多有趣的 過去的勢力 然後放在現在好像可以預見未來的發展 就像韓戰那個時候 北韓先出手 但是因為這個戰爭到後來是一個 對北韓來說有一點說不過去 就是戰爭既沒打贏 也沒有說服南韓 所以他們就整個倒過來說 我們不是發動戰爭 我們是抵抗侵略 最後會不會朝這個方向發展 其實我也是非常好奇 對而且這本書我覺得意外好看的是 他把整個像故事性的一個手法來書寫 對不對 對他提到很多事例 比如說他提到就是中國的狼牙珊瑚壯士 被質疑說這個是一個就是虛構的故事 但是虛構者立刻被抓出來說 你們這樣講是不正確的 甚至國家機器開始動起來 然後法院判決說你們這樣是無蔑先烈 那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像這樣的操作 在北韓跟俄羅斯也同樣存在 所以很多歷史都有他虛構的理由就對了 對這些獨者者來講 對像俄羅斯的部分他提到就是有一個網友 他就是單純在轉貼一篇 當初二四大戰是有共產黨 因為俄羅斯執政的是共產黨 是有共產黨發起的貼文 立刻就被當局關切說你在幹什麼 他最後被罰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理由 因為當局就去查他這個人 你過去做過什麼事 你學校做過什麼事 後來說你講的這些東西都是錯誤的 因為你高中時的歷史成績只有B 你歷史不好 所以你是亂說的 像這樣的國家政權建構的神話被質疑被破解的時候 他們就這些獨裁者就會透過 質疑當事人的能力人格去強化說不是 這是真實的故事 我們國家確實經歷過這些神奇的事情 對所以也講到最新的一些網路上的一些言論 所以也提到一些我們新有的名詞小粉紅 對對對 那我們有一些當然小粉紅是反串的 我們也曉得 因為小粉紅另外一個稱號是五毛 就是被質疑說他們是拿錢辦事 但是其實有沒有真的很認真的相信說 我們的國家的確就是這樣的狀況的人 還是有 那這些人他們為什麼會有這麼製作的信仰 就是針對於說他們過去接受的教育 就是我們國家過去都被侵略 所以以前就是有一個回應就是 當中有些網友被質疑說 你們剽竊什麼地方的版權人 他們就會說我們已經付過版權費了 我們在200年就付過了 原因是因為八國聯軍 他們認為八國聯軍是一個國赤 所以處理也提到說 不總對於國赤的應用是 共產黨政權在處理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處理也提到 其實在中國他們有20幾個國赤日 這本書非常好看 推薦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然後謝謝維君為我們介紹極權基因 然後好友文化出版謝謝